各位螢幕前的掌官及业界线星大家好 我是资测会科法所张世宏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资测会专利组合 即推广这个议题 那待会儿世宏会分别介绍资测会的专利研发成果分布 包含技术领域的分布和申请地区的分布 那接下来是会介绍资测会的专利组合 那最后会介绍经济部科研研发成果的运用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到资测会的专利技术领域分为11大类 总共有1946件专利 那最主要的分布地区是在于无线网路通讯系统 电子数位资料处理 多媒体跟环境感知与控制这四个领域 就申请地区而言资测会的专利布局全球20个地区 主要的区域包含中华民国 美国及大陆地区 而这三个地区也包含了我们近九成的专利 接下来进入到网通感知的技术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无线网路通讯这个领域的专利组合最多 那其次是云端运算系统 接下来看到智慧制造技术部分 最多的是数位资料处理这个领域 那其次是云端运算系统 而尖端应用的技术部分 最多的是无线网路通信领域 那其次是数位资料处理 云端运算系统及多媒体 那智慧服务的技术部分 专利组合的数量则是以数位资料处理领域为首 那其次是车载子通讯 云端运算系统及多媒体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环境建构的技术部分 专利组合数量最多的是资讯安全 那其次是无线网路通讯 接下来向大家说明 经济部科砖研发成果运用模式 我们这边的运用模式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专属授权 非专属授权 让雨或是信托 在专属授权让雨或信托的部分 需要经过报布核准 之后就可以直接提供业界 之后就可以提供业界使用与运用 那非专属授权部分 只要不是运用在大陆 香港 澳门地区 则不需要经过报布核准 直接可以提供业界使用与运用 以上的专利组合内容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资车卫的官网查询 网页连结如投影片上面所示 那如果大家对本会的专利跟商标 有任何的兴趣或想要进一步了解 都可以跟我们本会的专利商标的联络窗口 红一金专案经理联络 以上谢谢大家